以及我们木可好店负责人李文娟 三月底民众党举行感恩小草回顾 进木可新品发表会 厂商木可负责人李文娟到场 主持人还特别介绍 不过去年九月柯文哲发表竞选小物 出席的木可代表可是李文娟的哥哥李文宗 柯文哲进总新闻稿就写着 木可董事长李文宗 而且李文宗还是柯文哲的高中同学 到底这对兄妹在柯文哲进总扮演什么角色 不止角色不明金钱更是牵扯不清 柯文哲进选经费有将近四千万 流入私人的木可公关公司 其中有四笔高达一千三百万的经费 名目都是授权 又被质疑是假授权争喜钱 自称木可公司前总经理的男子上节目爆料 自己其实也是人头 我完全没有看这些资料的权限 我也是人头啊 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的 跟他们有任何的一个职权啊 并没有 他只是对外都会拍拍我的肩膀 告诉厂商说 Sky就是我们总经理 其实他完全没有担任过木可的总经理 这完全是子虚无有 那然后他说呢 他没办法看账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木可团队的人 双方各执一词 不过细看柯文哲向监察院申报的竞选经费 木可公司曾捐给柯文哲一笔一百万的政治现金 但却在同一天返还 木可他取得好这相关的盈余 那之后木可公司呢 在去年其实也都有 回捐给柯文哲竞选总部的账户里面有一百万 但是因为他是第一个会计年度没有任何的营收 所以捐款依法要必须退退回 那今年木可公司也陆续捐款给民众长 大概一百七十万 外传简连查出木可回流科营的可疑资金 达到数百万元 远远超过黄珊珊所说的一百七十万 金额都不拢 争议延烧下 木可却宣布暂停盈余要清算 前柯文哲幕僚越看越不对劲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像是在延灭证据 这不是现在 因为可能检调开始要来追查 把相关的这个金流 然后就马上的赶快要把所谓的这些 包含他们可能一些账本也好 或者是可能一些营运的一些相关的细项 这些通通都要把它销毁掉 柯文哲开完一场记者会 却留下更多问号 明示新闻组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订阅明示新闻网